鲍斯高的中国梦 西班牙之旅 1886年鲍斯高神父到访西班牙 在旅程中的一个晚上 鲍斯高做了一个有关词诱会将来的梦 在梦里有一群青年说 我们等你很久 现在你终于来了 你在我们中间不要再离开了 但是鲍斯高不明白 突然有一位女牧人出现 她把青年和绵羊分开 女牧人对鲍斯高说 你还记得九岁时所作的梦吗 她又叫大家看看远方写着些什么 鲍斯高看到无数的高山和大海 而一些青年就看到写着 法尔巴拉索 有一些就看到写着圣地雅歌 女牧人说 从这里开始 然后一直看 你会看到词诱会是将来要做的工作 青年说 我们看到写着北京 女牧人接着说 用一条线把北京和圣地雅歌连起来 并以非洲作为中心 这样你会对词诱会将来的工作 有一定的概念 鲍斯高就担心地说 路途遥远 地区又危险 词诱会是又少 怎样可以完成呢 女牧人说 不用担心 你的神子和他们的神子会一直继续这些工作 鲍斯高问 我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的人手呢 女牧人接着说 你看看这里 那里已经有五十位传教士准备出发 之后还有更多的传教士会出发 圣地雅歌和非洲中部之间看见什么 鲍斯高回答说 看见十个传教中心 女牧人就说 将来会有神车学院和除学院 为这些地区提供传教士 你看一下非洲中部之北京 也会有神车学院和除学院 其中有香港加尔哥达和马达加斯加 鲍斯高疑惑地问 我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多的人 那里有吃人肉的原始部落 和迫害宗教人士的异教徒 我们该怎样应付呢 女牧人回答说 不用担心 唯一要做的事 就是劝神子们要不断学习圣母的德行 好 我明白了 之后 鲍斯高神父就醒了 他和会士分享说 此用会士会来到中国 在北京附近一条河两岸见面 左面岸是由伟大王国来 右面岸是由达达来 当他们彼此相遇互相握手的时间 这样为我们修会是多大的光荣 1906年 雷鸣道带领第一批传教士抵达中国 之后更多传教士陆续到来 其中包括高会里 让希望的种子 让希望的种子与中国土地上慢慢萌芽 时之今日 某些种子已经渐渐长大 鲍斯高的中国梦已经在香港 澳门台湾 茁壮的成长 其中包括有唐区青年中心 协青社中小学校等机构 为在中华地区内的青年提供全面发展机会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虽然中华地区内的种子大多数已经发芽 不过有些种子仍在等待萌芽的机会 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 自由会伟大的工作 会在中华地区内全面的普及发展 为区内的青年带来更好的服务 而鲍斯高神父的中国梦也都会成真 积出丰硕而甜美的果实 鲍斯高神父的线 鲍斯高神父的线